对于中国而言 昂美援朝一仗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也打出了后续数十年的和平发展 可对于朝鲜来说 这场战争的意义或许更加重大 因为在1950年10月以前 他们受限于兵力和装备的差距 一度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得节节外退 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雄啾啾气昂昂的跨过鸭绿江之后 局势才得以扭转 这场战争才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说起朝鲜人民军的遭遇 很多老兵都记忆犹新 他们的讲述 也足以让人更加真切地体会到那场战争的仓库 那在志愿军入朝前 朝鲜人民军到底被打得有多惨 志愿军入朝后 又被战争形势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 既方便浏览往期内容 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 朝鲜半岛的纷争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的侵占 1910年 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武力脅迫和政治讹诈 或使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 自此 朝鲜半岛彻底日本的殖民地 1945年2月 二战已经接近尾声日本的败局已定 为确定战后秩序 英美苏三国首脑罗斯福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 签订了秘密协议 最终决定由美国 苏联 中国 国民党政府和英国对朝鲜半岛实施国际托管 然而 在日本投降后 美国却突然毁约 并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 与苏联分别接手朝鲜半岛南部及北部 而这一提议最终得到了苏联的任何 在两个超级大国面前 其他各国也只能任由半岛被瓜分 此后 在朝鲜半岛内部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热潮 南北两派的反托管运动都进行的如火如土 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政府 和李承晚领导的南朝鲜政府 都希望能够尽快驱逐殖民者 实现国家的统一 与此同时 美苏出于冷战需要 也各自对势力范围内的反对派进行了清理 然而 两个大国的行为并未影响朝鲜半岛人民对统一的渴望 自1949年1月开始 双方军队便时常在边境上产生纠纷 虽然规模不大 但随着武装冲突的升级 双方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兵力 终于双方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 朝鲜战争由此揭开了尾幕 一开始 北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 不到三天 南韩首都汉城变为攻克 在撤退时 韩军甚至在惊慌失措之下 炸毁了汉江大桥 将大梯军队留给北朝鲜人民军 这下更是加速了南方势力的土崩瓦解 而北朝鲜一炮打出开门红其实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 北朝鲜军队继承了苏联和中国的军事力量 无论战斗经验还是理论素养都远远超过韩军 除此之外 北朝鲜军队还配备有苏式坦克 重型火炮等武器 主力部队更是达到了20万人 反观南韩这边 不仅兵力较少 装备落后 而且由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 是从南到北进行的 朝鲜南部接受的日本奴化教育更为严重 军人战斗意志薄弱 经常为战先想 所以战争胜利的天庭 很快便向北朝鲜方面倾斜 统一半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截至汉城失守 这场战争仍然属于朝鲜半岛人民的内战 不管是美苏还是中国 都不应该擅自插手 但是随着南韩兵败如山道 他背后的美国认为 自身利益受到了威胁 便加大了对南韩的支援力度 不仅送去大量武器 甚至直接派遣飞行员前往 而这也彻底打破了二战后的和平局势 1950年7月7日 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出兵朝鲜的 84号决议并获得顺利通过 由美国统一领导指挥的联合国军 自此建立 并先后从世界各国前往朝鲜 协助南韩作战 然而 对于士气正盛的朝鲜人民军而言 这些匆忙组建的联合国军同样不堪一计 从7月20日开始 他们相继占领了大田 穆股和晋州 8月初 朝鲜半岛90%的土地 以及92%的人口 已经近在金日成的掌控之下 而李承晚政府逐渐萌生了投降的想法 见状 美国十分担忧 麦克阿瑟当即在日本东京和其他高级军官会面 并说服所有人接受了风险极大的人川登陆计划 1950年9月15日 麦克阿瑟亲自独战 在300艘军舰和500架战机的掩护下 美军第十军团成功登陆人川 由于驻守于此的朝鲜人民军不到2000人 所以在美军重型机枪火炮的扫射下 很快便败下阵门 即便金日成很快向人川方向增派大量的兵力 但还是没能阻挡联合国军的脚步 原因有三点 首先在欧美的援助下 此前武器装备并不占优的韩军后来居上 拥有了更加强劲的活力 而朝鲜人民军由于战线拉得太长 深入敌军后方 后勤不仅难以跟上 所以反而相形简柱 双方实力此消彼长 已经没有太大差距 所以在增援的路上 朝鲜人民军在和韩军的遭遇战中 没有讨到任何便宜 增援速度十分缓慢 其次 朝鲜人民军虽然拥有中苏两国培养的高级指挥官 士兵的作战经验也十分丰富 但是军队人口结构相对老化 本来金日成打算避其风雨一役 但是随着美军的到来 这种战略宣告破产 在持久作战中 随着检员人数增加 朝鲜人民军人口老化的情况十分严重 而这也对他们战斗力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无论是武器装备 后勤不及 都远远强于朝鲜人民军 在美军的强大火力面前 此前顽强的人民军也有所动摇 万般无奈之下 金日成只能向苏联求助 他三次给斯大林制点 但均遭到了拒绝 事实上 在二战中 苏联损失同样惨重 朝鲜开战时 苏联正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 况且 正值美苏争霸 对于斯大林来说 他不想和美国正面交战 更不想挑起世界范围内的战争 因此 斯大林可以为北朝鲜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但却坚决不肯出兵 正因如此 美军登陆人川一个月内 内忧外患之下 金日成政府逐渐深陷拟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志愿军抵达朝鲜半岛 而对于志愿军而言 北朝鲜人民军的惨状已经不忍直视 很多老兵的回忆更是让人十分心酸 首先 朝鲜人民军伤亡惨重 很多老兵已经战死 战场上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的新兵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出奇 因为在美军现代化部队的冲击下 朝鲜人民军辛苦建立起来的防线根本不堪一击 很快被冲散 此外 美国掌握了朝鲜半岛的制空权 对后勤路线狂轰烂战 这也导致了很多前线士兵连饭都没得吃 只能靠动土都勉强支撑 在和敌人的消耗战中完全处于劣势 就这样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 人口本就偏老化的朝鲜人民军更是雪上加霜 很多连队甚至简员道连一个班都组不起来 最终只能向民间征兵 不过 由于欧美长期给韩国书写 即便民间的青壮年全都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争中 人数还是不够 最终很多未成年人也踊跃参军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景象 当志愿军来到朝鲜半岛后 发现朝鲜人民军很多士兵身高极矮 有的甚至只到志愿军的腰间 根据一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幸存的志愿军老兵描述 在我们上岸以后 对面来了一群小孩子 全部都穿着军装 向我们要严筹 由此可见 朝鲜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阶段 否则也不会将国家的希望推上战场 在前线告急 活之将亡的时候 小孩子也坚定的走上了战场 即便是身为对手的美军 也对此肃然起敬 军队尚且如此 就更别提普通的百姓了 入朝时 志愿军的后勤补给 一时没有跟上 打算向朝鲜当地的百姓借点粮食 但想到的是 当地人个个饿得受不临巡 不成人样 一些村落甚至饿死了半数以上 就更别提帮助志愿军了 后来志愿军见状疑心不忍 甚至从自己稀缺的口粮里 节省了一部分 送给当地居民 由此也能看出 朝鲜其实是以举国之力 来打这一场反侵略战争的 然而 在美国的猛烈攻势之下 这些牺牲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 9月25日 美国登陆仅时间 汉城便被夺了回去 27日 韩军和美军在仁川会合 更是断了人民军的后路 为此 金日成做出了撤回三八线的决议 南下的八万军队开始火速后撤 不过 上方有美军战斗机轰炸 前方有韩军堵截 后方更是被美陆军机甲部队追击 在多方围困之下 撤退根本没有那么容易 最后 连金日成本人也在战斗中失踪 志愿军入朝后 花费了大量时间 才在深山里找到他和旗下的四个精卫士 那时 他们已经做好长期打游击的准备了 不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来后 战争形势出现了转机 通过先后发动五次战役 中朝军队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油 鸭绿江边一直赶到了三八县附近 著名的云山战役 长津湖战役 上甘岭战役均发生于这一阶段 由于志愿军指挥得当 作战勇猛 让号称战无不胜的美军也吃了不少苦头 朝鲜战争一边倒的局面被迅速扭转过来 双方进入了拉锯战志中 一度陷入僵持 经过长期的较量 美国也意识到 中朝联军比想象中更加坚韧 想要取得胜利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继续拖下去 很可能是一个无底洞 并且影响到欧洲战略的投入 再加上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 所以美军决定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并且主动提出停战谈判 与此同时发现志愿军连战连结 苏联方面的态度 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此前坚持不出兵的斯大林 开始加大援助力度 尤其是空军方面 苏联向中国出口了当时最先进的 米格杠15战斗机 并且协助中国从零件设计空军部队 1951年中期以后 中苏两国多次与联合国军战机交战 在鸭路江南岸平原上空 形成了著名的米格走廊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制空权逐渐被中朝联军夺回 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范登堡甚至惊呼 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空军强国 此后随着战争的进行 联合国军颓势逐渐凸显 中朝军队则乘胜追击 不断削弱其军队力量 1953年7月27日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终无力抵抗 在板门殿与中朝签署了停战协议 而这一仗朝鲜人民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伤亡人数共几60万人 背负12万余人 可以说朝鲜一战将战争的残酷 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朝两国无疑都赌上了一代人的未来 尤其是志愿军参战前的朝鲜人民军 更是奉献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他们的惨状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 但每次回想起来都不免令人心酸 然而为了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这些又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因此我们更加应该铭记历史 正是中朝两国士兵的英勇牺牲 才换来了如今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